几次一针穿过鞋底的时候的动作 那肯定知道 它会很费势 很费力 可能当时我小的时候 并不能感受多少说父母有艰辛 但我知道它很难 你打开柜门的时候 看到那堆鞋的时候 其实妈妈已经离开了吧 对 你从来都不知道这些鞋在呢 肯定是不知道 你看到这些双鞋的时候 你心里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时候说实话 大脑可能说一片空白也好 就心里不知道用什么语言 光是去表达这些东西 我只能想 这可能是我妈妈 留在世上给我最后的财富 我要给她保存下去 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妈妈给你做鞋 就像我们从小读到的那句诗一样 慈母手中线 游子脚下鞋 对吗 对 除了爱之外 我猜 其实有一种思念在你 她知道你在美国 肯有很好的鞋穿 但是她们依然给你做 未必是担心你 一辈子没鞋穿 对 这是肯定的 主要是在我 那鞋底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 是在一起的 虽然离得远 但是她永远是我的宝贝儿子 而且在那一刻 我觉得妈妈还会觉得 就是我对儿子还是有用的 不是说儿子去了美国 我就完全帮不上他了 没错 我还能够用这种方式 帮他做鞋 万一哪天他从美国回来了 没有运动鞋穿了 我还能给他留下几十双 能够让他天天穿着的鞋 我觉得妈妈可能考虑的问题 就是那么细致和实在 可能也很简单 应该说朴实 朴实 最后妈妈跟你说过什么吗 在最后 那时候可能她最后病的时候 已经说话比较困难了 最后就是迷路之一吧 但是她可能最担心的 当时可能她走了 我没有成家立业 可能比较担心 最担心的一点是这个 后来你成家立业的时候 你在心里跟老妈念叨过吗 成完家之后 我还回去一趟 我带我媳妇去 粉上给老妈烧烧纸 就是这些 你那句话